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是娟宇 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为您继续邀请了陈玛丽师母 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在上一次的分享中 玛丽师母提到了自己 出生在高雄传统信仰的家中 又因为是长女 一些祭拜祖先的事物 就理所当然的要协助 但是高三的时候 她接触到了基督信仰 有感于她在教会所听到的上帝 是可以为她背负重担的天赋 是无论她如何都会爱到底的上帝 也是在任何景况中 必定会带领帮助她的神 因此玛丽师母就深深的渴慕生命中 与这位阿爸父建立紧密的关系 更乐意成为上帝的使女 虽然当1975年 玛丽师母成为家中第一位信主的人的初期 她必须要面对家中长者巨大的压力 但是她都是在祷告和尽本分之中 一一化解了家人的质疑 让家人对于基督信仰 从反对到接纳 并且当时两个妹妹很快地也信主了 爸爸妈妈则在她信主之后的十多年 得着了救恩 外婆也出席了玛丽师母在教会举办的婚礼 后来她的先生接下了教会的牧师职份 陈玛丽也就成了陈玛丽师母 与先生周克陈牧师相互扶持 同心服侍 在这许多美好的恩典中 却也有病痛的试炼领导 原本身体非常健康的玛丽师母 她在2006年的年底 带着轻松的心情 要去接受一个胆囊斋除的手术 在医生的解说中 这是三五天就可以出院的小手术 没想到手术中有意外 导致玛丽师母的肝脏有破洞 并且不如医生第一时间所认知的 只是一个小破洞 于是接下来她必须再一次地经历手术 这过程竟然又出现了一次的不顺利 在手术之后 原本以为可以很快出院的玛丽师母 竟然又住院了一个多月 身体在这个当中反复地发冷发热 所面对的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医疗过程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继续邀请陈玛丽师母 跟我们分享后续发生的种种 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 一起再来进入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 玛丽师母 那么为了补这个肝脏的破洞 而施行的那次手术 前面有提到结果好像又有状况 那当时怎么办呢 是 手术结果呢 就是开完了 然后医生就是觉得好像失败了 所以你就看到她每天来看我 就是愁眉苦脸的这样子 那她给我们解释了一些状况 是她已经做了最大的极限 好 结果在这个当中呢 本来十天的就住到快要一个月了 然后我们的先生 我觉得是神给他的 他其实是非常有耐心的人 在那一天他有点点发脾气 觉得说你们天天在我的肚子上面 动来动去都没有什么结果 都还是一样 这样三十天的 也没有告诉我们是怎样 其实他是有一点点觉得说 你们到底是有没有尽力 那结果他们误会了 以为说我们要 好像要告他们或是怎么样 这样子 所以他们那天自动呢 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医药费减了好几万这样子 其实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呢 我就要讲到说 在三月二十二号开刀的嘛 然后四月十七号那天 我们全家就是会留一个陪我 好 然后祷告完他们两个就回家 女儿陪我 就我身上一个管子 突然是空的 本来是胆子 是那种土黄色 哎 怎么是空的 这是一个月来没有的状况 不是说一个月 其实很久 从我开始 第一次开刀到这样子 我们就很纳闷 就觉得 哎 奇怪 好 然后礼拜五早上呢 我在读经的时候 哎 上帝就给我一段话 是诗篇啊 圣经有个诗篇三十篇 十一到十二节 我是照着次序每天读诗篇 结果那一天就读到这样子 他说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 并不住身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迟到永远 这是一句很喜乐的话 对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状况 是非常糟糕的 但是那句话就好像 他对我讲好几节 但是就是这一节 特别的对我讲 我想说 神你在对我说话吗 但是不对啊 这个状况不对啊 那我就把他放在心里面 我就学习像玛利亚 就把他放在心里面 结果医生来了 我们就告诉他说 哎 这边怎么空的 他说哎呀 大概塞住了 就请几个人 在我的肚子里面呢 用食盐水啊 通一通通一通 通了半天 还是没有东西流出来 他就觉得很纳闷 就隔天礼拜六呢 有一个规格会 牧师师母来看我 他们也是安慰我 鼓励我 祷告完就说 师母我要送你一句话 又用这句话 你知道圣经有多少的经文 他就用同一句话 我说牧师你不用讲了 我就背给他听 然后说上帝讲第二遍 对不对 而且连着 我知道他要医治我 对 结果呢 医生呢 看了我十天吧 才放我出院 因为他很怕 我没有医好 我知道吗 他要放我走的时候就说 大概是你的神 听了你的祷告 意思是说 不是他做的 他做不到 因为呢 我那个胆子 在礼拜四之前呢 是 就是200啊 250这样 那照他们的医疗的状况 是应该200 150 100 渐渐减少到零嘛 但是我 礼拜四之前 都还200多 突然变零 也不是塞住 那就是奇迹了 所以他说 是上帝听了你们的祷告 所以上帝在 医生还不知道之前 他已经先告诉我们了 哇 我又再次经历说 神的话是可以经历的 他要把发生事先告诉你 这是我一直很宝贝的一件事情 而且同时是让医护人员 看到了这样的奇妙神迹 因为这个指数完全不是 渐进式的减少 而是突然的止住 是的 那么因为前后住院了 120天左右 那么后来应该还有一些过程 是不是 请师母也再分享一下 接下来的过程 好的 刚刚讲的是95年 96年嘛 那这个我觉得上帝的医治 有说是阶段性的 让我们学不同的功课 那一个止住之后 我就回家了 然后一年后 再回去看的时候呢 结果发现 我的里面充满了胆汁 然后它缝的地方呢 就是塞住了 所以我就发炎高烧 因为那个上次 它是用空肠接那个肝嘛 那角度弯曲的很厉害 所以呢 那个胆道就会容易堵塞 一年后它就塞住 所以我两三天就发高烧到40度 那个高烧是你一个小时里面 一直抖抖抖抖抖 那好难过 你在喝热水 在热灯 在盖被子都没有用的 烧到40度以后呢 然后它就停下来了 然后就一直发汗 就好像人站起来 缩起来 两三天就要来一次 所以这样子是非常的虚弱 然后我一这样子 我就跑去急诊 然后医生就给我吃退烧药 打抗生素 问他 他说他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烧就来 烧就来 这样就是不行嘛 一个人不能这样 我也生活也没有品质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 就是躺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换了医院 台大说只有在开刀 我真的很怕 再走一次对不对 而且开刀 它不保证会改善 有可能还是原来的状况 那我们当然不敢开 所以台大荣总都去了 都给你一个答复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状况有三个月 很难想象 非常久 我走不出家门 没有办法做事 然后就觉得 这是一个无用的人 本来是 从早上五六点开始 到晚上十二点 可以一直工作的人 我其实无用 所以到了11月15号 我记得这一天 一个人在家 一个礼拜六 我心里面很伤痛 我就跟主哭诉了 我说 我不要这样活着 你要接我走 不然就是医治我 我就跟神讲这样子 接我走 不然就医治我 不要让我这样活着 但是我好好玩 我跟神说 你要医治我的话 可以 不要开刀了 我给神一个限制 我还是好不好 这样子 我就这样哭了 祷告一个多小时 然后隔天 很奇妙的 有一位 我带过的一个姐妹 她打电话给我说 有位邱文达医生 我不认识她 她还不认识 我就现在卫生署长 她很奇妙拿到我的东西 我觉得这当中 有上帝辗转了 很多奇妙的恩典 给她有怜悯的心 她跟一些医生 研究后 就告诉我们 打电话 请那个姐妹说 长根可以去试试看 她可以从口进入 方式医治我 我就一个问号说 哎呀 三个医院都告诉我 没有别条路了 只有开刀 她怎么会说从口呢 一定没有看清楚 我的状况 但是呢 就是心中很不解 那第三天 11月18号 我在读经 成根的时候 上帝就用了她 3000年前 借着诗人 写下来的话 来告诉我说 她已经把救助之力 放在长根的医生手中 就是诗篇89篇 19节 那上帝就用 这样的经文指引我 那时候在11月18号 就是我痛苦祷告后的 三天 好 这段经文说的是说 当时你在异象中 小遇你的圣民说 我已把救助之力 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 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 当我在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 他说他把救助之力 已经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了 结果隔天就电话来告诉我说 有这样的一个医生 这样的设备 我马上知道说 这是神要使用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 3000年前 神借着他仆人写下来 这段经文 其实很多人不熟 因为我不太知道 是用在什么时候 但是上帝的话 就是这么奇妙 当你在可慕等候他的时候 他会用你可以明白的方式 就是清楚地告诉你 所以神的话 引导我们可以遇见他 神的话是大有能力 当你相信的时候 这个话就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心中 成为一个奇妙的恩典 他真的是一生的印记 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就很喜欢 借着读经祷告 来更认识上帝 而且经历他的话 并且我们去遵行的时候 就可以走在他的计划当中 所以我觉得读经祷告 是我们基督徒 或者人生命中 非常非常需要的 上帝用的一个仆人 事不真 他曾说 当上帝隐藏他的脸 万不可说他忘了你 他只是单言片刻 好让你能更爱他 当他回来时 你将在主的身上 得偿喜乐 再次享受 难以形容的欢愉 好 就是说 我们遇到的事情 等候的事情只是片刻 比起我们后面的 那个真的是一点点时间 但是当神再回来 其实神都没有走 只是你感觉到 他回来的时候呢 那种喜乐 那种得胜 那种欢乐 是无法形容的 对 其实神是爱我们的 他常常等候我们 明白他 认识他 经历他 所以我就缺了长根 那个仪器叫做 双囊式小长径 那个全台湾 只有三个地方有 台北只有长根 而且他们是租的 因为很贵 那我去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 我是第十二个病人 然后前面九个成功 三个失败 你要不要做 四分之一 对 四分之一 然后我也问了他说 失败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子 但是因为前一天 我有上帝的话给我 说他已经把救助之力 放在这个医生手中 所以我就很勇敢的说 这是违反我的本性 我其实这部分 我不勇敢的 我就说我要 好 结果真的证明了 目前就是这个仪器 可以帮助我 所以你看神的话 之前告诉你 然后他就照着 他的话成就 而且我那时候跟神说 我不要开刀 真的用口径去 根本就只要麻醉 然后就像胃镜那样子 他是进到肠子 那个地方去的 所以也没有伤口 然后做完之后 就可以回家了 这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我到现在也不用吃一颗药 都不用 所以上帝真的是 爱我们的神 怎么样子的呼求 他就照着他 奇妙的方式 为我们成就了 这个手术 我到目前为止 一共做了五次 进去出来 进去出来这样五次 最后一次是在 99年10月 那时候医生说 可能一年半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但是我已经超过 一年半都非常的好 只要半年去追踪一次 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放 我们现在用一个 回顾的方式来说 好像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把那几年的过程 陈述完毕了 但是事实上 就是前后经历了 将近有四年的时间 师母您在这个 四年的时间当中 有没有一些 更深刻的心境变化呢 是 其实我们想 世上的苦难 好像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 天灾人祸 越来越严重 地震海啸 疾病 饥荒 这些苦难的事情 其实圣经 约翰福音有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有患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 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 苦难是免不了的 就像我的病痛 别人有不同的 但是主告诉我们 可以放心 因为在主里面 有平安 靠主我们可以胜过 好 现今文明很进步啊 物质很丰富的时代 但是人的苦难呢 没有减少 好 如果有一天 有些事情临到你我 让你觉得 好像平安 或者是好像上帝离我们很远 在我们的灵魂 深处的黑夜里 我们怎么办呢 就像我曾经历过的 因为我生命 一直不好的那种 漫漫长夜钟 我常常 有时候晚上 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疼痛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不舒服的地方 都看着那个钟 这样在走 漫漫长夜的当中 你会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难过痛苦 也有人这样问 他说上帝啊 世上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 为何信耶稣人有苦难呢 为何好人也遭苦难呢 有一本书叫说 当好人遇到坏事的时候 就类似这样子 其实我们从圣经知道 受苦实在是奥秘 不能用一个两个的答案 来跟他解答 但是我自己经历到的是说 虽然我们面临到一些苦难受苦 但是呢 上帝的祝福恩典呢 是可以并存的 你可以经历到 你以前不曾经历过的一些恩典跟祝福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可以不要再问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 我得了重病 但是经历奇妙的医治 或者得着从天上来的平安 神没有医治你 但是你有夺不去的平安 或者我们遭遇重大的挫折 但是上帝呢 适时的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不知跌倒 或者我们面临重大的一些伤痛的事情 却从神得着极大的安慰 我们可以仍然往前直跑 这是我从这样的苦难里面学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用心心相信这位神 他不会错 就像在我事情 我深深相信他不会错 他不会失误 因为他是公义又持爱的神 这是我从我的病痛苦难里面 学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想大家听得出来 因为师母他非常的爱主 并且他即便是在病痛当中 他一直维持着读经祷告的习惯 好像那时候师母甚至还会做进食祷告 那么在那么虚弱的病体当中 可以做这件事吗 是 我觉得那是省给我的力量 因为我需要这样子来明白 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里面有力量 刚刚您提到的读经 还有祷告 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 生命里面一生都要学习的 都要经历的 其实圣经可以说是我们人的生命策 我们拿到一个东西 都有一个使用说明书 那我们人呢 其实圣经里面任何的事情都有解答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方向跟解答 找到力量 譬如我在许多医疗痛苦中 圣灵 就是神的灵 他引导我体会到说 我所受的耶稣都知道 因为他曾来到世上 他受过肉体的心灵的疾苦的情况 所以你告诉他 他绝对明白了解 他能够体会 体会 圣经有一句话说 他受的鞭伤 我得医治 他受的刑罚 使我得平安 真的我在身上 是这样子经历到了 这句话呢 在西元33年 耶稣讲的 耶稣经历过的 到现在仍然应用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 那我也体会到说 上帝真的爱我 有一次我痛苦到不行的时候 我在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上帝把头撇过去 他不忍心看我 好 那我就知道说 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孩子这个是对你好的 你要忍耐 你要忍耐 他不忍心看我就把头撇过去 但是他给我力量 可以胜过这个 因为这个是对我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 父母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 我们在管教孩子里面 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时刻里面 我也感受到上帝爱我 超过以前的爱我 因此我就得着了很大的安慰 我从这里面看到 圣灵 耶稣 圣父 三位一体都在我的病痛里面 一直不断的每天帮助我 借着我读经祷告 可以领受这些 那么因为圣经的话 上帝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 那在师母刚刚的见证里面 我们也都听到说 上帝怎么样用他的话语 一次一次的来兼顾你 或者是事先的启示你 告诉你即将发生的事情 那么据我所知 师母在这个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 整个病痛里面 也更加的认识你自己 还有认识上帝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做一些分享 好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里面有很多老我的东西 不合神的 他借着这信主38年 不断不断的磨练我 那特别在这病痛的里面呢 他让我看到说 譬如说我刚刚讲说我很健康 连感冒都很少 所以这样的人有时候 无法去体会 人家生病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候别人常生病 觉得你怎么搞得 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很负面责难的事情 那但是我现在一个小洞呢 就把我打败了 就看到人是何等的软弱 不能夸口 所以我觉得上帝把我这部分的骄傲 拿掉了 我现在比较能够去体会 体贴一些生病的人 或有不同需要的人 那还有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呢 很会安慰人 因为牧师师母常去安慰人 但是经过自己的病痛之后 知道说 哎呀我以前的安慰 是何等的肤浅 因为没生病啊 不知道真正可以痛到 怎么样的地步 所以我觉得上帝加征了 我一点点的同理心 明白是如何 就像耶稣他来 他亲身体会我们的苦 他就知道我们是怎样苦 我们祷告就知道说他明白 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能够明白 生病的人有病痛的人 他们真正的需要什么 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以前有洁癖 譬如我那时候孩子小时候 去外面住 我一定带一些刷子 什么东西去吧 那些必要的马桶啊 什么东西刷得干干净 才可以让他们使用 然后交代他们到外面用 要怎么样 我是个很紧张的妈妈 对于这个部分 但是呢 我经过这一百多天的住院呢 好 住过仁爱 荣肿 长根 等等的三人 二人 一人 急诊 家户 病房 我都住过 所以学习怎么样 放下自己这个部分 随遇而安 所以我可以体会保罗 在哪个处境 我都可以了 像你把我这个部分拿掉了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从小到现在都怕打针 而且我的血管很细很难找 那你想想看 一百多天的住院里面 三天要换一次针头 每一次要打针钱 我就祷告 或者打自己 拍拍自己 让那个血管赶快跑出来 种种热敷 什么都做了 但是我觉得神好幽默 他知道我怕 他就是让我尽力 每一次就没有一次 一扎就好的 就是要扎了两三次以上 所以整个医院的人 酒楼的人 一知道要帮我换针 他们都很害怕 发抖 甚至就是新的富士 这样 我都说你不用紧张 跟你没关系 你的技术没关系 是我的问题 我就安慰他们 然后我就只好 打完就是留下痛苦累累 然后又三天后 又要承受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上帝把我这个 害怕打针 还有种种这些东西呢 都操练了 好 我现在就非常的勇敢 还有就是说 我在第二次 刚刚我讲的大刀手术之前呢 医生为了不让 那个胆子继续流 让我21天没有吃东西 然后也不太能够打营养针 因为有一些考量 所以我在那个21天里面 瘦了15公斤 非常的多 那时候我照片还有留着 外表看起来就 甘瘦的像非洲的难民 我的女儿说 妈妈你是纸片人 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感觉说 那个这样的病痛 让我的内心 外体好像都被削减了 被磨了 真的无可夸了 无可夸 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看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 另外一点 我就觉得很特殊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加护病房那四天 我只要稍微合上眼睛 睡了一下 我就会看到 有一些灵魂 就是无处去的灵魂 走来走去 因为加护病房 其实有很多意外的 或是伤亡的 从老人小孩都有 然后而且我看到是 他们怎么样子 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车祸啦 跳楼啊 那些可怕的情况 所以我赶快就睁开眼睛 不敢睡着 那四天几乎都常常 睁开眼睛的 这样的经历 我就觉得 上帝为什么让我看见这样子 我就还慢慢才了解说 哎呀 这些人实在是 灵魂无处去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个灵魂要往哪里去 那时候我就很感恩说 感谢神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信靠神 我将来不管如何 神要带我到天家去 我有方向的 我有地方可以去安息的 但是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主的人 他们真的无处去 因此在那个地方飘来飘去 很奇妙的 我就在那里面为他们祷告 还有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 那四天我就睁着眼睛 一直祷告 然后出了家户病房之后 再也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 对 我觉得上帝在歧视我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很希望去抢救灵魂 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比较特殊的一些经历到的事情 给我很深的印象 只要有信心 就能穿过深深的枪 只要有信心 就能经过重重的考验 看见真神应许实现 看见应许实现 不要灰心失望 希望就在前方 靠着主的力量 就能度过 不要苦闷愁烦 耶稣在你身旁 最低暗的时刻 有光亮来引导方向 只要有信心 就能穿过深深的长夜 看见美好 靠着主的力量 就能度过 只要有信心 就能穿过深深的长夜 看见美好 靠着主的力量 来临 那美好 靠着主的力量 来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节目中的来宾是陈玛丽师母 玛丽师母接续上一次的分享 进一步的谈到了他在2007年 肝破洞手术当中的不顺利 以及后续在不间断的读经祷告中 上帝赐给玛丽师母的话语是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果然 在上帝赐下这个经文的隔一天 他那身上流不停的胆汁 突然的止住了 这使得医生都不敢置信的 跟玛丽师母说 我想是你的上帝 听了你的祷告 但是在这一次平安出院之后 隔一年 玛丽师母因为突然又反复 高烧不退 再度的进医院接受治疗 并且在这个当中换了医院 医生们都束手无策 痛苦不已的玛丽师母 仍然常常读经祷告 在读经当中 上帝再一次的赐下 圣经诗篇的话语 告诉他 我已把救助之力 放在那有能者的身上 后来果然在他 转往另外一家医院 去接受治疗的时候 一切都顺利了 身体也就慢慢的痊愈了 直到今天 敬前的玛丽师母 后来回顾这段过程 知道上帝借着病痛 这个苦难 在淬炼他的生命 使他能够真正 同理病人的痛苦 使他可以随遇而安 训练他勇敢 使他更认识自己 也更认识神 神也让玛丽师母 充满了抢救灵魂 也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感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再来聆听 陈玛丽师母的分享 玛丽师母 谈到抢救灵魂 也就是传福音 让人认识上帝的世上 其实你是很有热心的 就连这一次的苦难 不论是在过程中 或者是康复之后 好像师母也把握许多的机会 向别人传福音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 请您分享一下 好的 我要说就是 其实苦难带出了祝福 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 就是我们可以去见证神 也可以去安慰人 就像我讲的我的主治医生 在胆汁停止流后 他观察了我将近十天才敢让我出院 他想不通是这样的回事 当我们要出院的时候 一列的那个医护人员都谢谢我们 他只是没有讲出来说 你没有告我们 他们觉得说 其实在这个同时呢 我女儿上网看到 也同样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 他们都还在诉讼中 告医院的疏失 最后这个病人死了 好 那我们一点都没有埋怨他们 当然没有告他们 也跟他们很好的配偶 他们就觉得说 这信主的人实在是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是在医护当中 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后来我回去之后 就邀了这医院里面医生护士 到教会去 听福音 他们都来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神给的机会 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不曾认识神 也不曾到过教会 所以是做了一些传福音的事情 然后呢 就是圣经里面 哥林多后书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神 我们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他赐各样的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招各样患难的人 所以我们的患难不是白白受的 我们不但自己被兼顾 还可以去帮助人 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呢 我特别要提的就是 我带领了有一位 她是一位导演的母亲 常年拜佛的 是持继人 那她的女儿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去探访她 十多年来都去传福音给她 她都排斥都听不进去 那我出院后不久呢 上帝就感动我去看她 就我去的那天呢 我就是用我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怎么安慰我 我的经历跟她分享 然后也告诉她 我是怎么信靠主了 结果我就问她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来信靠这位神 因为她也在病痛中 结果没想到她说她愿意 好 然后呢 我觉得是她知道我了解她的痛 然后也知道说有一个方法是可以 怎么去面对胜过这个病痛的 那我问她要不要接受耶稣 她说好 我就带着她一个字一个字的祷告 那个是十多年来不肯接受的人 然后祷告 结果隔周呢 就为她受洗 她自己主动要受洗 然后呢 受洗隔两天 她就跟她女儿说 那我房间那个东西要不要拆掉 就是她主动的要求把那个偶像拆掉 她觉得她拜了十多年 这个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她需要的时候 她找不到一个方向 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的 她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很奇妙的 所以她就信主了 这位是一个很有名人的妈妈 之后她过世的时候呢 这个名人就举行了一个音乐追思礼拜 然后就见着妈妈这些信主的过程 就让许多媒体界还有电影界的人 都听到了福音 我觉得这个后续的那种影响力 实在太大了 那我就跟神说 神啊我这个小小当时候很大 我说小小病痛可以唤起人 可以信靠你 并且让这么多人听到福音 我说我愿意 我谢谢你让我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福分 来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功课 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我回过头来讲一下您的家庭 就是师母您和周牧师 有几位儿女呢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那在你的病痛当中 家人他们怎么样陪伴你啊 这个我生病那个时候呢 老大儿子是26岁 他已经在工作了 那女儿24岁 那时候在准备司法人员的特考 所以他们其实有自己很忙的事情 但是假日呢 都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责任 做许多的事情 然后还要加上要照护在医院的我 因为长期住院很久一段时间 所以对牧师两个孩子来说 是百般的不容易 那儿子因为工作关系 他每天只能下班来看我一下 然后聊一下 我就赶紧赶他回家休息了 这是妈妈啊 但是他常用电话来关心 然后他六日忙完教会的事 也会到医院来 我们一家室口就聚集在病房 聊一聊 然后最后祷告 留下留下回家了回家 那我们的女儿呢 总是比较体贴爸爸 她知道爸爸要兼顾教会还有家 所以她常常自愿选择呢 就是留下来陪我 所以那个不能安稳 吵杂难眠的病房里面 然后隔天她上午还要去上班 下午晚上就读书预备大考 这样的日子就这样过去 但是呢 看到她总是带着很愉悦的心 照顾我协助我 非常的有耐心 以前我不知道她的这个部分 她以前都是被我照顾的 一个小女儿 但是她变成反过来照顾我 那我因为身体有很多的疼痛 不舒服 很难入眠 其实在住院的期间 我都需要靠安眠药 才能够睡觉这样子 然后她就一边呢 晚上一边弹吉他 一边轻轻的唱诗歌 让我比较好入睡 好 那在这当中呢 有一首诗歌呢 常常让我听 就是很感动流泪的 好 这首诗歌 英文叫steer 中文翻译叫安静 那歌词的意思 说 藏我在翅膀音下 就是把我藏在神的翅膀音下 遮盖我在你大能的手中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展翅 暴风上空 父 你仍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 你是神 我灵安息 在基督里 你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展翅 暴风上空 父你仍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 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知道上帝你能掌权 我要安静在你的里面 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 许多的诗歌 真的能够安慰人 其实真正的平静安稳 平安喜乐 不是说 我什么都好的之下 都没有事发生 这叫做平安喜乐 不是的 但是说 我们处在好像大海翻腾 波涛汹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 安静安喜 不惊慌不害怕 知道主掌权 那种真的在叫信心 那信心是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我在无数的 漫漫长夜里面 常常就是安睡在诗歌里面 这是我们的女儿 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还有诗歌 其实在我们家 我们都喜欢音乐 都用音乐在服侍神 这个也是我 还没有家庭之前 跟神要的家庭 我说神我要一个音乐家庭 神真的就这样成就 所以圣诗 音乐常常成为 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 因为诗歌里面很多 都有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大能在这个里面 那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几十年来 这个家都很依赖我 那因为我住院生病的三十年 就很多的转换 这个其实对我们家 是有益处的 我一来我学了放手 我可以站在一旁 因为没有办法啦 站在一旁观看 就不会有过多的焦虑担忧 心中呢 就是担心了就交给神 那以前我是很健康 所以是家中的一个资助吧 好 所以我就许多的帮助跟协助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三个人 但是生命之后呢 这三个人就一起承担 家中许多的事物 这是我心里偷偷欢喜的 譬如他们已经学会了 怎么样子打理家 买菜煮饭清洁 杂物的处理 这以前都是我才做的 那里面呢 我觉得我出院回家呢 他们就把我当做小孩 当做病人 常常关心我 时间一到 妈妈你该睡觉了 就把我拉到床去休息 逼我休息 所以那个角色有点什么 互换了 我也乐在其中 就学习放手 享受呢 在被照顾被爱的当中 那我觉得家人的关系 更紧密 更珍惜有彼此 因为他们觉得 差点没有妈妈了 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他们就很珍惜 这样 所以其实对我们 都极大的益处 特别是儿子 在我生病后两年 他结婚嘛 他现在已经结婚 两年三个月了 哇 看到他真的像 一家之主一样 把家承担起来 我有时候去看看他们 哇 觉得他做的比我们还要好 我相信这都是 上帝的预备跟带领 他知道说他需要站起来 他需要独立 成为一家之主 这样子 这个是家中 很多以前没有的一个 改变跟成长 这是要献上感恩的 是 真的 就是在一个病痛当中 儿女好像都成熟好多 是 那除了这个生活面的东西 您觉得在儿女的信仰方面 他们的成长 有没有也让你有显著的看见 我相信他们经过这样子 他们的信心是增大许多 增强许多 而且他们知道说 神都在掌权 就像我所学习到的 他们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 都在神的手中 像我现在在马街的 癌症病房担任义工 就看到那种癌症临到 不管什么年纪 什么样阶层的人都有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把握 上帝给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他们对神的认识 还有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 就更努力 也是更谨慎 不像说 哎呀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主 那也更知道说 怎么样同心祷告 经历神这方面 对因为在那三四年当中 我们最多的就是 全家一起祷告 遇到事情我们就祷告 那我相信这些 在孩子们的生命里面 是给他们很好的学习 那像现在儿子 他每个礼拜六 在中正经验堂 带希望有一万个年轻人 去那边聚集祷告的 有一次有人访问他说 你怎么这么喜欢祷告 或者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说我从小到大 看妈妈早上起来就是在祷告 就是其实我们父母的 许多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 会成为一个榜样 深深的影响到孩子 那好的影响我们 到后来好像在刀吃甘蔗那样子 就是看到哇 这么美的东西 种在孩子生命中了 那就像我的病痛这样走过 我相信也会给他们 很深刻的学习 那么师母除了儿子女儿 让你感觉到 这个成长不少之外 那么周牧师的部分 我知道在您病痛的期间 他服事也做了一些转换 那一方面也是你鼓励他 要继续 不要停下来 请师母谈谈那一段时间 您跟周牧师有些什么样的沟通 互动 以及寻求上帝心意的过程 是 其实我生病那段时间 他就有一些反省 他就是说 好像他都没有好好照顾我 所以呢 当我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他就提出说 希望我们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或者是以前没有带我去哪里的 可以去看看去走一走 那当然他也是放不下他自己的服事 所以他其实有一些两难的当中 觉得他应该尽先生的本分 多陪我 或者是做他以前没做到的事情 但是又有上帝的托付 好 那所以我就跟他分享的 就是说 其实你给我的已经很足够了 其实在这三四年当中 他对我的照顾真的是无为不至 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看到了 会有一个先生如此的照顾 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非常的细心 他以前本来就很信心 就更加的细心 那就感觉到那个爱 是这四年当中更加深了 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会说 我爱你 讲到口里面 但是从他做了那么多的 一个深入的事情里面 你会提到那个爱是非常深的 甚至他都说 神给我的呼召 我先放一遍 我要先解决你 或者是陪你的事情 我就知道说 他真的非常的疼惜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跟他说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 我们必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还是希望可以陪你一起走这样子 那我跟神求说 我要更健康的活下去 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还是努力的往前走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 有更多的一个交通看见 当然他会考虑到我的状况 所以他转换的跑道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原先是在教会牧会 其实牧师师母可以说是 24小时的一个服侍的仆人 那牧师是担心到我的状况 那他本来想一个人来牧会 那我有时候就配搭他 但是医生还有种种的 有一些要我们要小心的地方 而且我其实没有完全复原 因为医生说我做完那个 他观察一年半 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这仪器是新的 所以有这个未知的在里面 所以他不敢说继续的 牧会 因为怕亏欠教会 亏欠弟兄姊妹没有做好 所以在祷告寻求之后 说如果有人来接这个教会 我们就放下来 感谢神有预备 而且有弟兄姊妹都能接纳的人 所以我们就放下来 就我们其实是休息了 九个月等候神 就审开了另外一条路 上帝真的是了解我们的需要 因为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份是 师母不用每天的 只要有需要的时候 我志愿像义工一样 志工就配合牧师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可以体谅到我的身体的状况 然后去搭配服饰 所以这是现阶段的 因为我不知道 当我真的非常好的时候 上帝有不同的托付了 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上帝就使用牧师在这个方面 才看到说 其实这方面神有给他恩赐 他也做得很喜乐 这是我们以前不知道 因为牧师在牧会 当牧师之前 他是个Sales 他是业务部 行销部的经理 所以他这方面 也被神操念了13年 就现在还圣也是做 是圣经的销售 推广 所以好像是如鱼得水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他更喜乐了 所以其实神的手 在带领之后 他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 我们就是顺服他 遵行他就对了 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 不但是牧师为了您 然后他摆下他的服饰 可是之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带领 那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真实的感觉 他是非常爱你的 是的 那么我想呢 病痛使人很痛苦 但是细细的思想 就是如师母所分享 所有的这个内容 仍然看到上帝有满满的恩典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是不是请师母特别对一些病痛中的朋友 说一些勉励的话 好的 我刚拉拉杂杂讲的这个 我信主的38年 其实是长远的故事 蛮有恩典 那其实有主的人生 每一步 每一个阶段 不论你是生病 你是失业 你是遇到任何事情 在高山或在低谷 我自己也经历了高山低谷 回过头去看呢 实在是让人感恩 赞叹不已 因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 那属神的儿女呢 其实都有属于自己 独特的生命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 是不同于别人的 因为是这个剧本 这个导演是我们的神 其实都很精彩 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他会一个一个引导 那我要说的是说 有神真好 但愿人人都能认识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是爱我们的天父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但是若是我们在他的里面 在主的里面 我们真的不用担忧 我们可以紧紧依靠他 他会给我们夺不去的平安 喜乐跟力量 我们得着这些 我们会胜过这些难处 不管是病痛 不管是失业经济的 我们会得胜有余 得胜有余之后 我们还有余力 可以去帮助许多需要的人 所以我要说就是 生命中有神真好 能够紧紧依靠他真好 但愿许多人都来认识他 来依靠他 来行在他美好的道路当中 那么也可以安慰一下 正在病痛中的人吗 是 我相信病痛不是人想要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病痛会临到我们 就像我的意外一样 但是我相信这病痛里面 我刚分享的 当我们愿意有一位主来靠的时候 这个病痛成为一个祝福 而且呢 他会给我们力量去胜过他 不管那个病痛里面有多煎熬 多不容易 当我们走过了会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信靠神 你用神的眼光看 这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恩典 盼望你可以继续的忍耐 找到这位神来信靠他 他会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这是我的一个经历 是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玛丽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真的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们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今天在节目中 与你一起分享的是 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 忠心的期盼 透过这一段时光 我们可以一起来 省思自己的生命 陈玛丽师母 她以谦卑的心 分享的每一段见证 给我们立下了一个信主的人 很好的榜样 相信你我 也都被 玛丽师母这样子一心顺服上帝 并且人生中 不管遭遇什么样的难处 就是不断地读经 祷告 这样的信仰态度 所深深感动着 在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看来 可能会有些疑惑 生命中遇到这些事情 读经有用吗 祷告有用吗 但是圣经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零五节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真的是如此的 就像玛丽师母所说的 圣经就像人的使用说明书 圣经中有人 生命里面完全的解答 只要我们相信 就能经历 并且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亲密到一个程度 相信上帝也会在我们 最需要的时刻 赐下当时最需要 最受用的话语 收音机前面的您 让我们更愿意 如同圣经诗篇二十五篇五节 所记载的 跟上帝这样祷告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取得了来宾 陈玛丽师母的同意 将她的生命故事 纳入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宣教事宫中 欢迎听众朋友们 跟我们索取 节目中所播出的 生命故事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 能够借着您的分享 使更多的朋友 有机会能够听到 另外 节目也很乐意帮助 有心想要了解 基督信仰的朋友 欢迎您来参加 我们的圣经函寿课程 我们有专任的 圣经函寿老师 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 借着函寿的方式 来认识基督信仰 如果您想要参加 圣经函寿课程 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 这个故事的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 传真 或者是来信的方式 与我们联络 电话请拨到 022754 1144 022754 1144 传真请拨到 022755 7822 来信请寄到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者是捐鱼收 捐秀的捐 愉快的鱼就可以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 接近尾声了 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中也要感谢 我新旋律音乐事工 以及旧式传播协会 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鲸鱼在这儿 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 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 能够天天经历神 步步有主同行 云彩飞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中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告诉我 祝福真在寻找我 才能接受欢乐 我无法熟啊 我无法瞬闻 Combi 可却出了 我越海已经相辽 心中更快乐 而我也接受的太阳 我心静静更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宜?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教书主,他曾满足心无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